父王 女儿只想请父王三思而后行 大帝 蛇姬公主她并没有恶意 给我闭嘴 从什么时候起 本王的决定 轮到你们指手画脚了 父王 女儿和小龙女一直是死敌 以前小龙女又是女儿的妓女 如今您要收她为干女儿 只要女儿清喝一勘哪 到了 本王找你来 是来祝贺的 不是让你来讲大道理的 可是父王 别再说了 你刚才说的 本王就当没听见 不要再惹本王生气 女王陛下 你就暂且少说两句 大帝 事出突然 蛇姬公主一时无法接受 等过些时日 她必定能想得通 既然父王执疑要受她为干女儿 那哪吒 总该交给女儿处理吧 这臭小子 原本交给你也无妨 但本王发现 他曾是太医老头儿 坐下的灵珠子 本王留他 还有用 更何况 本王还要用他 来钳制小龙女 你先下去歇息 你先下去歇息 父王这么做 简直不把我这个女儿 放在眼里 是啊 当年可是女王救了大帝 大帝实在不应该这样对待女王 女王 比起大帝 受小龙女为干女儿一事 属下更担心的是 将来若是小龙女 仗着大帝撑腰 回头夺了女王的王位 哪敢 不过方才 以父王的态度来看 绝不能给小龙女这个机会 那女王有何打算 她毕竟是我父王 我不能和她起正面冲突 我们只需静待时机 解决小龙女和哪吒 女王说得极是